由于被某人在实验楼里耽误了太长时间 魏无羡顺利错过了末班车 于是到了校门口 只好问门卫借了电话打给魏长泽 蓝忘机站在校门口等他 挂完电话后 魏无羡一脸委屈地跑去向男朋友告状 我妈嫌弃我打扰他们的二人世界了 蓝忘机很轻地抿了一下唇 觉得魏英告状的样子真的好可爱 就忍不住笑了一下 还笑我 魏无羡扯着书包袋子 嘀咕了一句 蓝忘机看了一眼魏无羡的书包 说道 重吗 我帮你拿 可能吗 魏无羡把书包拎起来颠了一下 空的 背着桩桩样子的 蓝忘机 对了 这个时间你应该上晚自习了吧 魏无羡忽然想起来 你这迟到了吗 快回去吧 没关系 蓝忘机临危不乱 陪你等一会 说完 蓝忘机看了魏无羡一眼 补充道 我想陪你等 魏无羡忍不住笑 他有点想去牵蓝忘机的手 但碍于这是笑门口 又忍住了 只是勾了一下蓝忘机的小拇指 笑盈盈地说 不怕被老师训啊 不会 蓝忘机说 天哪 你不会就是那种仗着自己成绩好 就有恃无恐的人吧 魏无羡一脸大惊小怪的看着蓝忘机 好啦 逗你的 魏无羡往蓝忘机的肩膀处靠了靠 懒懒地说 腿还是有点软 借我靠会啊 于是脏色刚到校门口 就看见魏无羡每个正形的 已在蓝忘机身上 他立刻下车把人拎起来 责备道 阿英 你自己误了时间也就算了 怎么还让忘机陪你一起等 魏无羡对脏色的先入为主感到很不服气 争辩道 明明是蓝湛自己要陪我等的 不信你问蓝湛 蓝湛你说 魏无羡回过头去看 想要蓝忘机帮他证明 却没想到蓝忘机抿着唇 竟然一副憋笑模样 男朋友这么快就学坏了 魏无羡咬牙切齿地想 行了行了 你都提了 忘机还能拒绝你吗 脏色无奈地摇摇头 总觉得魏无羡这无法无天的性子 有一半是蓝忘机给惯出来的 忘机 你不用试试这么一招阿英的 脏色说道 好了 快回去上自喜吧 魏长泽无奈地看着车外的这一幕 然后看着魏无羡被脏色拎进了车里 他看蓝忘机还一直站在原地 就冲蓝忘机挥了挥手 说道 回班上吧 魏无羡忽然着急地说 等 等一下 魏长泽和脏色纷纷看了他一眼 魏无羡摸了一下鼻子 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周六晚上能不能接蓝战去家里玩 行啊 但也要看旺鸡的时间 脏色看向蓝忘机 问了一句 旺鸡 你有时间吗 作业多不多啊 有 蓝忘机很快地回答 行吧 早就知道问了也是白问 脏色没好气地想 但面对蓝忘机 仍旧保持着微笑 说道 那周六晚上我们来接你 蓝战 你记得请假哦 魏无羡积极地提醒蓝忘机 回去的路上 魏无羡心情颇好 哼了一路的小曲 脏色无语地把车在音乐音量调高 再调高 一回到家 魏无羡就把自己扔到床上 兴奋地打了两个滚 他好像被蓝忘机吻的脑袋发猛 反应始终慢半拍 这时候才忽然反应过来 他这回是真的和蓝忘机谈恋爱了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谈恋爱 竟然是和蓝忘机这件事实在是太奇怪了 想到这个 他的心跳就一下跳得比一下重 浑身不自在起来 于是又在床上来回答了几个滚 才稍微将情绪按下去一点 接下来两天的时间 魏无羡一下课就忍不住往高三跑 弄得孙明义真的以为 魏无羡在和他班上的人谈恋爱 于是时不时就向蓝忘机探探口风 有几回魏无羡上楼去找蓝忘机 刚好碰到蓝忘机下楼来找他 于是魏无羡就兴奋地拉着蓝忘机去走廊边吹风 然后说一些班里的琐事给蓝忘机听 蓝忘机一边听一边帮魏无羡把外套拉连拉上去 灭怀桑记兴奋又悲伤 兴奋使他那本爱情秘籍发挥了正面作用 悲伤的使他发现蓝忘机真的把放学路上的时间抢走了 这几天都是蓝忘机送魏无羡到校门口的 时间终于到了周六 魏无羡既期待又紧张 一大早就起来换备单搞得脏色一脸匪夷所思 毕竟按照正常情况周末魏无羡肯定要睡懒觉 再说床单每回他都要催好几次魏无羡才会去换 这是什么情况 长得了成熟了稳重了 脏色一边吃早饭一边看着魏无羡把换下来的床单丢进了洗衣机 忍不住打去道可以把我和爸爸房间里的也换一下吗 魏无羡打了个哈欠拖拉着拖着说困死了再去睡会 这一觉是实打实的睡到了中午 以前魏无羡总嫌周末时间过得太慢 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 但今天他发现下午的时间似乎过得很是漫长 好不容易才挨到吃晚饭 吃完晚饭他洗了个澡 玩了好一会游戏 才终于跟着魏常泽去接蓝忘机 一到家魏无羡就翻出一套睡衣 催促着蓝忘机快洗澡 蓝忘机捧着睡衣犹豫了一下 看着魏无羡似乎有话要说 但魏无羡没有给他机会 直接把他推进了浴室 蓝忘机洗完澡溢出来 魏无羡就立刻把蓝忘机拉进了房间 把门关上 把锁锁上 把窗帘拉上 蓝忘机默默地看着魏无羡这一顿操作 喉咙开始有些发干 魏无羡拉着蓝忘机坐到床上 然后一把将蓝忘机推到 趴在蓝忘机身说道 蓝战 时间不早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十 什么 蓝忘机艰难地问 上次说的 做谈灭爱应该做的事 魏无羡帮蓝忘机回忆 我现在准备好了 要看 10 峰